今天在我們珍情依台灣請到了一個很勇敢的女孩子 我相信她做的事情大概是一般電視機前面的觀眾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會去做的 她從2010年開始那時候26歲她就發起了一個活動 她自己參與自己想應叫做夢想騎士 走了整個台灣花了九十九天的時間 但後來呢從一個人到四個人到十四個人 而且已經出走台灣去到了西藏 這段的路其實當然不只是找一個夢想 最重要也是在面對自己 所以我們接下來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就是賴蕾娜 蕾娜妳好 哈囉 大家好 玉兒姐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先來看一段的影片 透過影片來看看蕾娜到底去過什麼樣的地方 到底她的臨遠旅行 我們剛剛講的第一次的九十九天是臨遠旅行 看大家做得到做不到 她是一個人 然後呢 我現在又再一次做地險危險的動作 自己手拿著那個V8自己拍攝 我現在做了一個 我希望後面沒有車子太好 今天風超級大 因為還不敢過我進去 超累的 2010年 26歲的賴蕾娜 以臨遠旅行的概念 騎車環島九十九天 每天未知的住處 是她在這場驚奇的旅程中最大的挑戰 我現在不處理 今天是我第五個夜晚 還沒有地方可以住 我其實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住起來 反正就進代佳音囉 太飽了 我在想說 不會今天晚上要住在那個警察局嗎 剛剛有一對就是很好的阿姨跟叔叔 在那邊練鼓 一路上總有好心人事實伸出援手 這讓賴蕾娜體會到 只要勇敢踏出去 快點走的客服 第一次看漁兵 在餐廳演講 如果活動認識的人 幫忙製作募款布條 和小孩騎車 請問一下 其實這台感覺怎麼樣 我們是夢想第一次 哈哈哈哈 這些都是我過去不曾經歷的 這一趟的環島歷程 豐富了賴琳娜的眼界與人生 點點滴滴的回憶都是繼續往夢想前進的能量 我們是個超級無敵大運吃 我們是個超級無敵大運吃 要將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而變成一首曲子 這為換取食物和住的地方 對我而言實在挑戰太大了 昨天來到那個觀光學生做分享 回去之後我發現有一些學生有傳簡訊給我 跟我說他跟我有類似的經驗 想要這些學生想到我今天做的事情 是可以幫助到他們的 我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好 下一站未知 繼續努力 下這一個人 然後呢 我們剛剛看到的影片啊 你就會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因為 在整個旅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講第一次好了 2010年的時候 你自己發起了這個夢想歧視 99天耶 就是說都不要花到一點錢 我想請問你在展開這趟旅行之前 你有想過完全不花一毛錢 一天要怎麼生活嗎 我有想過就是入宿街頭 或者是就每天住警察局 第一個晚上你要記得嗎 我記得很深刻 第一個晚上 因為第一個晚上最難忘了嘛 跟最後一個晚上 第一個晚上是住在一個奶奶家 然後她就看我一個女生很可憐 那一天剛好也下了大雨 所以她就收留了我 那一天晚上我覺得令我很驚訝的是 她煮了非常非常大的一碗麵 大概有三碗麵這麼大 反倒是我吃不完她 然後我怕浪費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把她收到袋子裡面 塑膠袋隔天當早餐 對 然後那一天我就是陪爺爺聊天 拖我住的那個就是寢室的房間 拖地然後跟打掃 就是把我自己 妳到底怎麼找到這個爺爺奶奶 就走在路上就遇到嗎 就是一間一間問這樣 就是不是問那種高樓大廈 是問就是旁邊的住宅區 嗯 那妳問了第一次就成功了 沒有我問了好幾次 好幾次 妳現在也太順利了吧 我問了好幾次 然後他們就會跟我說 她可能去問別的朋友 或者是別人家有沒有住的空間 那大部分都是就是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我就會再往下一個地方前進這樣 妳覺得在這一段的路程上面 因為我看到資料是說 妳那時候妳是一個人騎單車 逛倒99天嘛 然後住了78個陌生人的家 妳有被拒絕的經驗嗎 有沒有被拒絕的經驗裡面 讓妳覺得有一點小小受到挫折的 應該說每天都被拒絕非常非常多次 吃飯也是 住也是 其實需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比方說我現在被拒絕 我可能要花30分鐘給自己一個勉勵 然後我再往下一站出發 對 那其實每一次被拒絕 都會自我懷疑說 我這一趟的旅程到底有沒有著落 然後我這樣走 到底可不可以鼓勵到很多 像我一樣失情的孩子勇敢出走 可是當我想到我在這過程當中 可以一次一次的重新鼓起勇氣的來 可以去面對這樣的挫折 我就相信這歷程紀錄下來 是可以幫助更多人的 所以就硬著頭皮再繼續走 那大部分都會在騎單車的時候 就大聲尖叫這樣 就會說 哇 我真的好難受 但好願意 然後就繼續走這樣 我知道妳想要餵一些 比如說獅醫的孩子 就是他們可能 能夠重新建立起他們的自信 因為他們看到雷娜姐姐也可以這個樣子 但是方式有很多種 為什麼特別是這一種 我很喜歡體驗教育的概念 就是把學生拉到教室外面 然後透過戶外的學習經驗 來重新激發自己的潛能 那比方說像塑溪、攀岩或登山 可是我一直在想 我可能有一種方式是跟旅行做結合 但一般旅行又很容易讓人卻退 因為經費也很高 然後住宿費也很高 那我就想到 有沒有可能用臨遠旅行的方式 來提升自己的潛能 來增加跟人之間的溝通技巧 所以就這樣子 就蒙著頭皮 然後硬是出走了這樣 但是妳還是很勇敢的走過了三次的旅程 包括有段沒半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段的影片就是 其實Elena也到很多的地方 跟大家分享妳的經驗 我覺得聽的人 他們自己都有一些 他們想要聽到的部分 我們來感受一下 到底為什麼妳的故事 能夠鼓勵出大家 對於人生的一種信心跟態度 我們晚上10點才找到住的地方 那住的地方是一間餐廳 我們把所有的桌子排開 然後很用力的拖 我們就是地板上的油垢之後 我睡在上面 睡的時候才發現 我們晚上有 立體環繞的蒼蠅聲音 所以很多人是沒有睡好的 可是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只要我們住的地方 就是一間非常幸福的事情 就是有遮蓬地 那Elena夢想騎士的臨遠旅行 常受邀到全台參加分享會 和大家面對面的交流 大膽而勇敢出走的精神 得到許多年輕人的共鳴 因為我覺得像Elena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他讓我們知道說 那個勇氣 願意踏出那一波 那個勇氣 後面也許會有一些辛苦 但是他後面的那個 心靈的回報 會是非常非常驚人跟充實 所以我今天聽了 雷娜的演講 我覺得我對自己的第一個提醒是 以後再也不要為學生提出來的 各種天馬行空的理想說不可能 因為其實只要相信去做 常常很多事情是可以成真跟實現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激勵故事 應該可以激勵很多人 這就是賴蕾娜樂此不疲的原因 一場分享會能感動一個人 鼓勵一個人都是值得的 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過 所以對我們來說 其實回到台灣 來做這樣的回報跟你們分享 是很重要的 我們剛剛影片當中 我看到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對雷娜的做的這些事情 覺得非常的 我不要上網也好 或者是說他們自己心中 也會設定一些夢想 但是其實現在真的說真的 大部分人都覺得 夢想好像脫離現實很遠 可是你們的夢想又非常無比的殘酷 因為你們就要去體驗 生活跟人心當中那種 最刺激的那個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 去西藏 去西藏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在2013年7月 才剛剛完成了一趟旅程 這是當初 當初就應該要給DM 對 我們來講這一趟旅程好了 我們來看這些的圖 這些的照片 就知道當初你們的行程 好了我們講 光看這一張好了 大家好像感覺在我們某一個 什麼公路啊 那不是耶 那旁邊就是一望無際 也沒有什麼農村名家 完全沒有 然後可能車程幾個小時 都不會看到一戶人家 你們就這樣一群人 14個浩浩蕩蕩走在那裡 我們從雲南的就是一個 很熱門的觀光景點叫立江 然後我們就從立江出發到 就是西藏 那就像剛剛玉琉姐講的 就是前不早村 後不早店 然後中間大概都要兩三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們除了徒步之外 就是打電車 所以大概半個小時 才會有一台車 那所以當那台車經過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盡辦法 就是想要攔住他 比方說他如果停了 所有成員都會發在他的窗口 就說拜託我們 在我們一程 因為我們真的很想到達下個村莊這樣 嗯 他們可以聽得懂 聽得懂普通話 但是他沒辦法講 所以變成我們講什麼 他們可能理解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回應我們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樣跟我們溝通 對 我剛剛拿出這個DM 其實齁 當初這個活動 你們在發起讓人家來報名的時候 我光看到有68個人來報名耶 嗯 我覺得這些人基本上也蠻有勇氣的 是的 可是後來你選了12位嘛 然後再加你跟你的男朋友嘛 對 打算進去就是14個 對 14位一起去 那這些人到底都是什麼樣的 背景來著 其實夢想其實這個計畫就是想要為事情而出走 為沒有夢想的大學生出走 所以我們 沒有夢想的大學生 對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 會跟我們一起去旅行的就是 可能是單親或是親或 沒有夢想的大學生 這14位其實我相信一起出去就是這種 臨遠旅行 他的艱難程度本身就已經比較高了 嗯 印象當中第一天其實是最辛苦的 我們四點才吃到中餐 然後吃了水餃 然後吃的時候有一些成員眼淚還就是在眼眶裡面 因為從來不知道原來水餃這麼好吃 然後這麼的難得可以吃得到 那我們第一天就是真的是攔了七個小時 像遊姐一樣就是攔不到任何便車 嗯 那晚上十點還找到地方可以住 所以好多人都想放棄 然後也會有很多衝突直接面對著我來 就是為什麼要辦這樣的活動 為什麼不可以怎麼樣 為什麼不可以花錢 為什麼不可以吃巧克力 為什麼我們偷帶的食物不可以 反正別人不知道 可以自己帶食物但不准拿出來吃 你可以帶你可以分享 但不能吃 對 除非有緊急狀況 比方說血糖真的很低 面臨到生命安全的時候 可以喝飽礦力跟吃巧克力 對 但基本上就是我們相信 只要一次一次巧克力就會成功 對 這是一個規定嗎 對 這是 就是旅程當中的一個規定 嗯 對 然後其實也讓我重新的去反思自己 在陪伴這些孩子的時候 怎麼樣更多的有愛心跟耐心 嗯 你有很大的耐心嗎 嗯 我覺得常常就會在面對那個衝突完之後 躲到廁所大哭這樣 哈哈 因為每個人生命當中 其實或多或少都會帶一點創傷 對 那 就是希望可以陪伴這個傷口 陪伴他們走一段路 所以我覺得 我願意試試看 可是在這段的旅程上來 我其實看到有些學員的分享 我覺得他們大部分 雖然短短的文字 我現在看到這些短短的文字 可是他們大概都有體會到 這個人員旅行的意義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會邀請齊俊來 他就說幫助我們的大部分 都不是非常富有的人 然後有一位他也講說 這個過程是不斷的跟自己對話 然後另外一位就是說 其實因為有了錢 我們的生命中 才少了更多的東西 我想這一段的生命歷程當中 當然你自己有自己一些 實現自我的部分 嗯 更重要的是你也帶著你周圍的人 或跟你有緣的人 畢竟這幾個篩選出來 我覺得已經蠻具有意義了 嗯 就是你真的跟他們 有某一些的緣分在 嗯 然後跟著他們一起去體驗了 這一趟的生命 我們現在看一段影片 看你們在這趟旅程當中 遇到了什麼事 2013年7月 一行14個年輕人 勇闖西藏 進行21天的林園旅行 大哥 再回來了 這一次的林園旅行 這一次的林園旅行 因為人數眾多 賴蓮娜又考量到安全問題 堅持要大家集體行動 這對林預算的交通和時速來說 增加了相當的困難度 這些年輕人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絕 只能在沉澱了挫折的情緒之後 繼續出發 從哪裡 台灣 一路經過的那裡 哦 從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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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樣子我們拍近代表 好 我們帶你們下去 好 就是你們了解一下這個 也了解一下這個 好 好 再做這個 好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無數陌生人的幫忙 成就了這一次西藏之行的考驗 這十四位勇敢追夢的男青人 而這棟民宿 設計了鮮艷活潑的構圖與色彩 一如他們用夢想 彩繪了自己的人生 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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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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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呢 在我們第三段的訪問 我們加入了一位好朋友 另外的好朋友就是齊俊 我們歡迎齊俊 齊俊好 你好 大家好 你之前有 我覺得他算 我們講自助旅行的經驗好了 有嗎 在你還沒有去世上去 沒有欸 那你為什麼這麼勇敢的 報了這個名 其實我在 看到網路上在宣傳的時候 我有猶豫要不要報名 但是 他上面是說 一段經驗如果讓你沒有死亡的話 你就會變得更強壯 然後 我很想去試試看 是你在這段時間發生的情緒上面 其實到第三天晚上的時候 我真的很想回台灣了 就是 因為實在是太苦了 因為那天我們晚上 十點 才找到地方 讓我們住 然後也才有東西可以吃 那時候是住在那個餐廳裡面 然後 其實餐廳蠻臭的 因為我們剛進去的時候 地上有一些 流水倒出來 然後 我們男生就把他拖地拖掉 然後 可是 餐廳還是蠻臭的 然後 地上又很冰冷 因為他們那邊日夜溫差很大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偷偷流眼淚 那時候 雖然快要 情緒快要爆出來 可是 還好那時候是在休息 所以又收住了 然後真正 情緒高漲到爆發出來的時候 是 後來有一次 我們已經到西藏 然後又出來了 住在 一個部落裡面 然後是一位 藏族大哥的家裡 然後那時候我們接到一個消息是 我們在雲南 認識了一隻小狗 然後 牠被 車撞死 然後那時候情緒很激動 嗯 因為我很 愛那隻狗 然後那時候就很生氣 因為大家還是很開心地在吃飯 然後我就覺得大家好虛偽 然後我就 直接就 背了包包 然後說我要離開 然後就和 所有的團員 起爭執 就和他們吵起來了 那時候在山上 然後我轉身就 跳到一個豬圈上面 然後再從豬圈 跳到玉米田 因為它是斜坡 他們是 像梯田一樣這樣種下去的 然後我就一層一層的往下跳 往下逃跑 然後 就背著一個包包 滿身是傷的這樣子跑 然後 也沒有顧慮到他們的感受 可是那時候的感覺是 非常的自由 可能是我自己 生命經驗中的一些 壓力 讓我自己一直 壓著沒有釋放出來 然後在那天晚上 藉著那樣的機會 嗯 連同這二十年的一起爆發出來 然後 那時候也開始下雨了 可是 它在西藏的邊境 是沒有路燈的 然後 只有一條公路 就是 和岩壁 然後旁邊就是爛長江 然後我就開始 在那個公路上面盤逃 然後他們在後面追 全部都一起追啊 四個男生追 其實也有女生要追 但是我們有 希望 女生可以留下來 所以真的滿危險的 嗯 然後 我就 從山坡上面跳下來 然後 可是他們是繞路下來 所以會比較慢一些 但是 他們還是從後面追上來了 然後 三個男生加上我 我們就這樣子走夜路 走到下一個村子 走了八公里 我這樣子鬧脾氣 然後 彰顯自己的情緒 很感謝他們這樣子 包容我 然後陪伴我 然後最後還接納我 就是讓我 回到這個團隊 嗯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 一個角度來看是 這個旅行上的一個 算是缺失 可是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 我個人覺得 這是這趟旅程中 最珍貴的一段記憶 我想當時的氣氛真的是很緊張 嗯 可是這段的歷程 我相信大家都會有收穫 尤其是 嗯 像你之前有寫到那段文字 就是你覺得 很多接納人的人 他們並不是富有的人 嗯 回到台灣來之後呢 你覺得這段旅程 有給你一些的 轉變嗎 或是有一些什麼樣的 想法上面跟過往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 會不會幫助別人 或者是 願不願意分享 不在於你 富不富有 嗯 其實只是很簡單的一個念頭而已 因為 我們在還沒去西藏之前 嗯 那是我們的第一餐 我們要找午餐吃 可是 有店面的 或是早餐店 或是 更大家的餐廳 他們都 其實我們14個人真的是蠻多的 但是 他們真的沒有辦法幫助我們 可是最後幫助我們的 竟然是 賣水煎包的阿姨 而且她已經關門了 她只有一間小小的鐵皮屋而已 她已經鐵門都拉下來了 但是她 願意幫助我們 她在洗一碗 還把鐵門拉起來 然後把水煎包 幾乎全部都給我們 然後 她店裡面的書袍 也把她全部拿出來分享給我們 然後就是 很希望 我們能 平安的 走完這一趟路程 我想等一下聽到 齊俊滋壤的分享 還包括很多團員的分享 你自己心裡的想法是什麼 對他們有這些的體育也好嗎 嗯 我覺得 說改變 還蠻貼切的 是嗎 然後因為就是 每一個學員回來 他們對他們生命當中 想要做的事情都開始有一些確認 然後也開始有一些行動 像齊俊也好 就很想要就是做民宿 那其他學員也是 比方說要去澳洲打工 遊學的 他預計九月底就要出發了 對然後 我們有一個學員大學是念財經系的 那他現在就是 想要就是 學舞 那他想要成為一個舞蹈者 嗯 我覺得看到這些生命的改變 對我來說非常非常感動 或許他們還是會有憂鬱的時候 或許還是會想放棄的時候 可是看見他們在 他們喜歡做的事情上 那種專注的眼神 然後還有那種微笑跟 就是那種發光的表情 就會很難從他們的身上離開 而且會有 心裡會有很很很大的滿足感 我覺得每一個能夠找到自己 階段性的原身定位 其實這對面是一件好事情 你不要說大學生 沒有夢想其實 每個年齡 我覺得他都有可能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你會突然覺得 我做這些事情有意義嗎 但他就是一個 檢視自己生活的開始 然後有找到動力的一個開始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 來到我們節目中 跟大家分享 因為夢想騎士的 因為第四代 又即將在醞釀當中 我們也期待看到 你可以影響更多的人 讓很多人 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出路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